何依庭在12月16日 和老公在巴黎 舉行豪華的童話婚禮 12月20日 一對新人進興而歸 雙雙補出底港大堂 兩人都有停下擺帖給傳媒拍照 但林先生不知道是否首次 面對這麼多傳媒 所以顯得有點緊張 還不停抹看 勝利做人妻的依庭 不知道習慣了這個身分沒有 恭喜你,Gina 是 現在習慣了叫林太太嗎 其實還沒有很習慣 這次我剛見到林先生 他有點害羞 我看他剛說了案 他本身是比較容易出汗的體質 剛剛他也掙扎 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出來 他打算要偷走 這次我知道 去到那邊的婚禮 我看到很漂亮 所有事情都很好 是否這次籌備這個婚禮 之前花了很多時間 其實因為有婚禮計劃 我只是說了給他聽 大概我想是怎樣 難得離開香港 可以去一個放到煙花的地方 當然是盡情地放煙花 說回這次婚禮 你在儀式 所有事情的時候 即是Marchin 會不會那一刻自己都很感動 你跟先生誰比較眼淺 好像是我先哭 你先哭 因為走進去那一刻 好像覺得是 他的回憶回來了 一直互相識互相處的點滴 所以我一來就忍不住了 所以我第一句忍不住 先休息一下 還有一個位子 看到家人的那個位子 很容易失守 是呀 有巴巴聲 是的 尤其是媽媽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要忍住 我真的不可以看著你 不行 未有計劃 明天我已經開始工作了 等工作安排完之後才再想 可能未來會否開始想家庭再大一點 會生小朋友 我覺得順其自然 我工作先行 對 其他事 議庭返港這天 正正是晚千聲輝頒獎典禮 是2023最後十強名單出爐的日子 在新聞女王表現突出的依庭 也有兩個獎項打入十強 收到這個好消息 依庭也覺得很鼓舞 這個女背角和女飛躍也入了十強 新聞女王的成績很好 是否也很開心聽到這個消息 其實很開心 特別是我覺得新聞女王 真的是一套很好看的劇 劇本真的很好 看到成績 大家付出這麼多努力 觀眾是喜歡的 我自己也很開心 大家讚你那些哭氣很厲害 你自己有沒有看他們的評論 真的很感謝大家 因為有時候覺得自己付出的東西 有人認同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大家的評論和反應 其實都在幫我進步 你也不 Wah 你也不喜歡